原來就因為女朋友被罵了一句髒話 林春雄她整個大發雷霆 她帶著小弟們 把秋小妹從往她 壓到了一座公園旁邊的路邊 對她就是一陣拳打腳踢 結果當時有路過的民眾 看不下去了 初言制止 他們才終於停手 可是讓人想像不到的是 整個事情竟然還沒完 因為林春雄她的氣還沒有消 接下來他們把秋小妹妹 帶到竹林大橋底下 在這個地方根本不會有人經過 所以除了這幾個大人 繼續的痛歐秋小妹妹林春雄 她甚至還逼迫兩個多小的女童 也要加入 就這樣淋虐了一個多小時 秋小妹妹她已經被打得奄奄一息了 但是林春雄這一幫人 他們竟然還有心情跑去唱卡拉OK 留下初小妹妹一個人在橋下 慢慢地死去 這到底何其殘忍 我在新竹縣的堅實鄉 櫻杵山區風景秀麗 這裡是林春雄的老家 根據了解林春雄從小家境不好 因為父親經常毆打母親 七歲時她的母親帶著她離家 卻依舊擺脫不了被家暴的命運 那童居人一樣會打她媽媽 那有一次在過程當中 就是口角的爭執 然後媽媽拿到桶的那個童居人 被家暴的怨隊 讓林春雄的媽媽拿起了刀刃 看著母親殺了童居人入肩服刑 這一年林春雄只有十六歲 那成長的歷程都是負面的環境所成長的 它是會形成一個很嚴重的自卑感 在潛意識裡面 所以她必須要裝作一副 很強悍的樣子 我才能夠掩飾我內心的這種脆弱 跟內心的自卑 她看到這種情況 一天到晚被淋落 結果到最後 媽媽竟然拿起刀來 把一個痛苦的來源被解決掉 她解決了這個問題 以後就沒有這種問題了 結果到最後我就學習到 果然以報 易報 這是可行的 我更會用暴力的方法 來解決她日常所遭遇的一些問題 於是林春雄開始在外組幫派 吸收未成年學生 打架鬧事 恐嚇取材 因為只要比人強 就沒有人敢瞧不起她 林春雄跟女友黃曉雲 兩個人有個年僅十歲的女兒 儘管沒有結婚 他們卻是以公婆相稱 或許是因為曾經兩度入獄 沒有負起身為老公父親的責任 林春雄對於女友女兒心中總有愧欠 林春雄的社群網站上除了耍你的照片外 就是女兒的照片 這張5月18號上傳的照片 寫著我的寶貝女兒 畫著女兒的林春雄 眼神不弱以往的兇狠 很難想像放上這張照片的前一晚 她才帶著同伙虐死的邱小妹 5月17號晚上七點多 鏡頭下的竹東大同路上一如往常 出現了幾台逆向機車後 沒多久黃曉雲就走進了鏡頭裡 後方跟著何文軒 古之強 鏡頭沒拍到的還有林春雄 陳哲如跟兩名國小女童 他們的目標就是網咖裡的邱小妹 那就古之強跟陳哲如上去 把她帶下來 就在網咖底下的朝商前面 就先甩了一巴掌 不滿邱小妹用髒話罵黃曉雲 對林春雄來說 或許是對過去虧欠妻女的補償 也或許是她身為老大 容不下別人詆毀的心態作祟 女友被罵的這一口氣 她吞不下去 這樣教訓不夠 然後就刺貼 就把夾在中間 帶到後方一個人行道 晚間七點三十五分 林春雄等人將邱小妹帶到了這裡 他們找了個四下無人的角落 對著邱小妹一陣拳搭腳踢 儘管邱小妹試圖想逃 卻被抓了回來 她哭著求情卻沒有用 因為這位謝小妹她有慘叫聲 剛好有被路人經過有看到 路人有個熱心的路人有制止 就跟他們講 你們怎麼可以亂打人呢 那我報警 一句要報警 儘管讓這一些人 暫時停下了手 但是卻沒有打消他們 繼續施暴的念頭 然後他們就要走 然後他們就要走 他們就趕快帶到竹林大橋 在橋下橋墩 橋墩那邊那兒 附近都是人音韓字 到最後一發不動收視 又把那個轉移陣地的音 那個讓我又很麻煩 到最後又把這個氣發洩在 最弱子的身上 然後到最後又 差一點被報警 累積起來 本經加利息 然後到最後 在一個沒有人 察覺的地方 很偏僻的地方 他們一干人 就這樣子來虐殺 邱小妹被帶到了竹林橋下時 她已經傷痕累累 過程中林春雄等人 還拿起了石頭 要兩名國小女童也得參與 那你誰不打 我就打誰 所以這兩個小孩子也會怕 過程中整個 他們兩個小孩子都看到了 那我如果不打她 我是不是待會兒就變成 下一個邱小妹 所以迫於心裡的那個 懼怕更大 曾經和邱小妹一起玩在一起 一起聊天的國小女童 從這一刻起 也成了肆虐共犯 在這竹林橋下 邱小妹的哭喊聲 傳不出去了 既然有一個兇嫌 她竟然跟著女孩子講說 妳要我們X還是我們殺妳 這個女孩子她為了求生 然後她當然不得已 她沒有其他的選擇 這些人到底有沒有良心 這些人都沒有良心 一句話 透露出了這一群人的冷血 邱小妹為了有一線生機 卻沒想到這一群人 我們就沒放過她 晚間九點多 這一場殘忍的肆虐終於結束了 林川雄跟著共犯轉往 主動一家卡拉OK去歡唱 獨留邱小妹 在漆黑空舞藝人的竹林橋下 她其實這些 這個作為就是讓她等死嘛 因為她身體已經是傷很雷雷 妳沒幫她叫救護車 妳也沒幫她送醫 這個陳姓跟古姓嫌犯 她們兩個又跑回現場去看她 還沒活著 結果發現斷氣了 回去又跟林川雄講 然後她們一夥就回到現場 要回屍啊 妹姬 你要把她嗎 專案小組說 在邱小妹死亡後 共犯之一的侯文萱 曾經用公共電話打119報案 告知竹林橋下有女子待救 但是她沒有說出確切位置 儘管救護人員曾經去搜索 卻無疾而終 而邱爸爸找女兒找了三天 卻等到這樣的噩耗 要她怎麼不心碰 我妹妹死得那麼慘 那麼冤枉 我還讓凶手來這邊 就算他們要道歉 你也不接受對不對 我不會接受 我看她攝影機 她手上會打個安全罵 然後將她媽媽把她拿 偷下來把我妹妹偷下來打 當然是希望法律 能夠把她判處死刑啊 還我妹妹一個公道 一個教訓的念頭 望縱一條命 但是看著奄奄一喜的邱小妹 成兄的七個人 都沒有任何人有測影之心嗎 畢竟把人打成這樣 已經不是教訓了啊 我在想他們可能 越打越起勁了 打到忘記搜索停止 但是那個情況之下 誰敢啊 有些是大招 他是被罵的 一出頭天 我等一下 我搞不好也被痛了一頓 所以到最後 大哥 什麼事業 我就必須要遵照 他的方式 在旁邊拔風 看到這個 都沒有人有道德的勇氣 跳出來喊停 然後呢 等到案子 做下去之後呢 每個人都身陷離找 就算你有回憶 你也不能去報案 雖然你也覺得 這是一些不對的事情 但是也沒辦法 打碩已經鑄成 你有沒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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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事情 五堂半位的 各位好我是俊向 我是雨昕 台灣懂得 長期以來為大家搜羅全台灣的重案 還有那些難以理解不可思議的奇人奇事 邀請你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給我們最大的支持跟鼓勵 你在加入會員之後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專屬的徽章 就可以跟著我們來看全台灣 更多非常離奇的社會案件囉 台灣懂得 您的家就是給我們最值得鼓勵跟支持 一二 五堂半位記 趕快動手加入我們的會員吧